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给大家讲解Android Studio的一些机动人性的新特性 我们先介绍一个万能键,即out加回车 它能够帮助你纠正各种各样的错误或问题 引入各式各样的一些功能 好,比如,我现在有这一句话 NistView,FindByID,现在它飙红 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强转 我们需不需要手写代码 写一个NistView,写一个阔幅 NistView呢,不需要 鼠标移动到红色的线的这里 然后out加回车 它会提醒你,有一些以下的解决方案 通常第一项就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把这个强转成AndroidVG.NistView回车 好,OK 这是一种功能 然后还有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我有一个String字符串 比如这里,我设了Text 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能硬编码,对吧? 我们需要点R.String 比如说这里填一个Empty 我现在没有这个Empty字符串,对吧? 同样的,out加回车 它会告诉我,创建一个String的Value进去 回车 我们这里可以写,等于Empty 好,这就变成了,它就生成了一个Empty的这么一个资源 那除了这个呢,比如说我们去掉一些Import 去掉一些Import 好,我们看到它有些地方变红了,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在变红的地方 out加回车 它会告诉我,哎,Import这个Class 好,Import这个Class out加回车,它自动会帮你修复一些错误 也就是说,它能够根据当前的一些情况 一些上下文,来提供你所最需要的功能 如果当你写代码有时候不知所措的时候 不妨尝试一下out加回车键 它说不定能够给你很大的惊喜 Android Studio还有一个强大之处 在于它的一个图片预览功能 比如我们现在的代码里面 设置一些图片 NewMessage SetImage 好,我们传一个ID r.drawable. 好,我们选择一张图片 选择一张图片 好,EmptyFoot 好,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编辑器的左边 会一张小小的预览图片 很明白地告诉你 这是一张什么图片 同样的,对于一些颜色 好,它也会在这个地方表示出来 具体是用什么颜色 这个图片预览功能 在XM的布局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好,比如说我现在进入了这个一个布局 那么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ic.r 与似乎它在这个位置 它可以把你这张图片的预览出来 那除了这个预览功能之外 你还可以按Ctrl加Q 它能够把这个图片的 有哪些 在哪些EPI下面有值 都可以给你挪列出来 我这张图片只有在当前这有值 这就是它的一个预览功能 同样的,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编辑器的左边 有一个这个符号 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于这个Activity 或者是Fragment 相关的Layout 你可以快速地定位到这个Layout里面去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AboutActivity 正常情况下我们要知道 它的这个Activity的布局 我们是不是要找到 Uncreate或者其他的方式 那现在我们有这个符号之后 我们可以快速地跳过去 比如说点击它 它这里就会出来 一些可选的Layout 然后点击它 这里就可以直接跳到 我们这个布局里面去 同样的,对于Fragment也是这样子 比如我找一个Fragment 好,都是我的一个Fragment 那Fragment呢 这里会有一个布局文件 同样的 点击它之后 然后相关的 这个与这个Fragment相关的布局 就挪列出来了 就可以直接跳过去 好,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 annotation的使用 去注解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呢 看起来没有问题 对吧 但你没法保证 这个传进来的StreetID 它是一个ID 它我们定义的是一个整形 对吧 它有可能传到0,1,2,3 或者任意的一个整形进来 这样子会让你在运行时抛异常 那么怎么防止这个调用者 这个传入的参数不对呢 那么我们可以加一些注解 比如说我们这个定义的是一个 自负创资源 于是乎我需要加一个注解 好 我现在加上这个注解 那么它传的值就不能是任意的值 必须是一个使尊的ID 我才能够接受 比如我现在 show toast 我传一个3进来 好,大家看到 这里它就会报错 告诉我 它期待的是一个stream 我只能填 r.stream.mytext 好 只有这样子它才能够接受 那同样的 其实最容易出错是什么 是conor 对吧 anti-conor 好,我这里希望传入的是什么 是一个conor 那我需要在这前面加入什么 conor 好,我这里找一个amnist 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颜色本身和这个ID本身 它是有时候没法区分的 那么我们这里加个conor resource 就明确表明 我这个是直接传一个颜色 而不是颜色的ID 好,比如说我们setconor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传一个名 好,这是一个conor吗 是一个conor,对吧 但是它觉得它会报错 因为它认为这是一个整形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要用 getconor getresource getconor 然后r.conor 点 随便选一个字 只有通过这样子 它才能接受 这是一个颜色 而不是一个ID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注解方式 大家可以自己去学习 好 这节目给大家介绍了代码编辑器的一些使用方式 下节目给大家介绍Android Studio的布局编辑器的一些个性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